大鬼孫小北 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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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这个有点眼熟 上一季的时候是不是来助演 对 我们就是小沈龙团队的两个鬼 郭老师起的名 我给起的名 小沈龙唱歌这俩旁边伴舞 对 我说这俩是个什么鬼啊 对 对 大家好 我是大鬼孙小北 今年23岁 大家好 我是小鬼小学友 今年23岁 我们就是笑傲双鬼 上次陪完沈龙哥来之后 他火了 我俩连名都没有 没人记住我俩 这是一定不能白来 让你们认识认识 我俩到底是谁 这一年没见这俩这不是鬼的 这妖精了呀 其实我感觉我挺帅的 挺帅的 挺帅的 第二季你们来是给小沈龙助演的 是吧 对 那之后出去有人认识你们吗 也有人认识 家里都认识了 认识 但是一直不知道我们叫什么名 都叫鬼 俩鬼呗 对 有一些我演出舞的时候 我一上台那观众都爆了 就喊鬼鬼鬼 这场演出舞我都害怕 我都 你们俩得单独出一排子写上 这一名是我给起的 这是 今天表演什么 今天我们长哥俩呢 给大家也带来一个自己创的 就是独特的绝活 带给大家 好吧 那么看看吧 开始 老师准备一下 去吧 去吧 大哥 俩手呢 你不小死龙吗 你也有今天 不行了吧 我去 你怎么造这样的 既然你都这样了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都会撒绝活 你有撒绝活 我有啥绝活 我的绝活就是节目里边插广告 收视率就不掉 算绝活吗 那算绝活 大哥 你的实力我很担忧 你咋这么狂呢 你红了 你牛了 你红牛了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是绝活大哥 有毛病吗 没毛病 太自然了 我去 所以说选手和演员一个个都长点心 多替人投资方宣传宣传 对吧 你说他不给我们投资 你说我们演啥 对 对什么对 我们不演 他投啥 也对 我怎么说啥你都对 自己有没有点组建 有啥组建大哥 我一住眼 我看你见就完了 住眼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叫大哥 大哥 大点声 大哥 大哥是实力创造经典 王者绝非偶然 没毛病 别过那头 抬我去 别过去 不是 我逗你笑呢 大哥这件服装怎么样 潇洒 潇洒不潇洒 貂皮配裤衩 头发必须短 说话必须喊 哎呀 大劲练的漏在外 栽栽冷冷 贼有派 哎呀 咋的嫌短呢 太能加长 漂亮 漂亮吗 就我这脾气一上嘞 哎呀 哎呀 这谁能整了 有毛病吗 没毛病 哎呀 哎呀 玩脚了 玩脚 哎呀 这脚崴的 哎呀 这脚 哎呀 还有脚链 哎呀 这脚啊 这脚 这脚 这一天 哎呀 哎呀 腰 腰还闪下呢 这脚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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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脚 你看这脚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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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脚 哎呀 发气大哥 有毛病吗 没毛病 哎呀 我去给你拿着玩去吧 哎呀 好 谢谢大哥 大哥真有钱呢 哎呀 别戳了 戳掉仔了 哎呀 明天我还得劈发去 想不想演 想演 大的声 想演 给大家演个节目 好 来个明月转 哎 我演大王 我呢 你演太监 这 大王 你是不是得配个皇冠呢 大王啊 你废话咋这么多呢 大王没有皇冠 能演大王吗 废话 什么时候叫皇冠 小饿小困喝点香飘飘 太自然了 有毛病吗 没毛病 有地方 宣敏玥 宣敏玥娘娘 大姨啊 什么年代了还喊呢 孰不孰啊 喊 打电话呀 做人做事 安全第一 尽力M6收集 喂 明月啊 过来吧 都等你呢 好嘞 马上就 大哥我都没发现你这么有才 必须的 这叫大王 这叫大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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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有才了都 这叫大王 哎呀 大王 别闹别闹 哎呀 大王 瞎呀 我是大王 他是助演 摟我摟他干啥呀 习惯了 你咋这么爱习惯呢 你这没出息地玩呢 你这辈子 你给我踢他一脚 我不敢 去年他怎么踢你咱俩脸 踢他 你这辈子 你这辈子 你怎么能的 能不能使点劲 去年怎么欺负的咱俩 去年这给我俩踢一踢 那皮鞋这么大 骚我屁股就踢 漂亮 大哥 你别拦我 找你咬死他 兄弟 你别咬人 不是 你说咱俩现在怕他干啥 不怕他 咱俩都单独参赛了 组合名都有 有个组合叫九月奇迹 谁要怀胎 这谁给你俩的自信呢 谁给我俩的自信 郭老师给我俩的自信 因为笑傲二鬼是郭老师起的名 我是大鬼 我是二鬼 你快演吧 演啥拿出来征服大家 快点的我着急而已 你这废话这么多呢 闭嘴 各位咱俩谁也不理他 閩月转咱俩演 好 閩月转 爱个神 大王 别闹 哎呀 大王 你看 今夜无眠 良辰美景 可否与臣妾 恭饮一杯 河北老村长 小江湖闯一闯 哈哈哈哈 啥玩意啊这是啊 还演个大王 带个照片就演大王了 你会演大王吗 我给你演个大王 你看个学学吧还 这不挺好吗 叫十月怀胎 叫不孕不育吧 我叫大王 牛子 大王 憲理 大王 下来 大王 请素istance 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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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让我 闭嘴 谢谢 感谢大家给我的掌声 再见 就不意不意吧 不带着来好了 要让他给抢了 这会咋办呢 咋办 互相安慰一下吧 小伙子你是最棒的 你是世界级的 小伙子三界冠军都是你的 上一季的时候是你主演他们俩主演 对 上次给他俩给我主演 这回调过来了 你们仨一直在一块是吧 对 我们仨在一起演 这俩人跟你到底什么关系 沈龙是我们现实中的好哥哥 他俩就是也刚入道没多长时间 就是刚学这个 然后我就带着他俩在一块演出 反正我的演出没有他俩很别扭 习惯了 看得出来他们台上很默契 这个如果他们俩能过了这关的话 复赛你们俩还带他来吗 多搅和是吧 那你带吧先 他本来他带我俩来 我俩不带他 不带他 那不不好吗 哪什么不好的 这完之后 你们马上有一三倍场的巡演 那我的梦想 不是巡演 我的梦想 我想和黄博老师一起拍场戏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就挺多人就看我有点长 就像黄博 我一想黄博老师长那样都火了 这是你一个梦想是吧 就想跟他一块是吧 就演一场戏就行 那想吧 这个我们不阻挠孩子 想吧 往死里想 那我就想想 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尤其我就是特别喜欢小鲜肉那扮相 小天佑 真的 谢谢了 而且他演戏不使劲 小北呢 稍微喊得有点 有点毛 有点毛的比较厉害看着 再加上穿的衣服又热 对 所以觉得有一点累 这个小沈龙 还是像李宇春 就是看笑 那个挺好的 我很喜欢再看到你们出现在复赛 来弄一个更有意思的东西 挺好的 谢谢老师 大鬼 你们会永远跟着小沈龙吗 会 会的 有一天你们红的比小沈龙可红 那会还愿意跟着他吗 还会跟着 你记住了 人的野心会随着位置的变化不断膨胀 人人如此 现在说的话不代表以后 你想好了 省到时候把你拉出来啪啪打脸 你红了 黄伯还得红 你到红伯以后 想好了 想好了 绝对到哪了 就是比如说以后不管走到什么时候了 沈龙哥哥给我打个电话 说小北你回来吧 我这有事 我随时我都不 那你朋友们已经离开他了 不不不不 不不不 现在也不是说天天跟 就是演出一个月能跟几回 我们给他当助理 跟他学习一句 一辈子当助理啊 那倒不是 那 你干嘛非得小博人关系啊 小沈龙头上场啊 塞给我五百块钱 让我问这话啊 冯导您看怎么样 挺好挺好 这个效果你看大家 不讨厌 尤其是他这个二鬼出来的时候 我妈含吃死我了 下一个节目最好还是怎么再编的更有趣一点 就更圆润一些就好了 把你们的特点都再发挥一点 但是现在我也给他们过 谢谢老师 总而言之啊 你们的这个作品给我们感觉略显仓促 好像不那么特别 你们这节目啊玩笑的成分大了一些 看来您是要按红的了 这个我得避嫌 因为这里边啊 那俩鬼的艺名是我起的 看看丹丹老师怎么办 哎呀 小沈龙头 终于把我们两个名字 留在肖江湖的舞台上啊 我叫孙小北 我叫小天耀 我们两个就是 松鬼组合 那个还有我呢 啊 和灵光 一伙就忘大哥这傻人 三鬼组合 哈喽大家好 我叫关思慧 来自辽宁 枝阳 我是一个爱演戏的女孩 准确来说应该是一个爱演喜剧的女孩 既然想来演好喜剧 我觉得笑江湖是一个特别好的舞台 所以我来了 其实我今天来笑江湖 还有一个小私心 我想来向郭德纲老师要一个答案 至于是什么答案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有请下一位选手 你好 你好 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叫关思慧 来自辽宁水扬 现在是一名北漂 你就是来自水扬 还往北漂啊 我漂洋过海就看一下 老好了 这个现在是做什么呢 演员还是其他的工作 现在应该算是一个喜剧演员 因为我刚毕业的时候 也有一些不是喜剧的机会找我 但是我就没把握住 这什么好机会 说来听听 就有一次他们让我演一个特别性感的美女 不去就不去吧 他们给我扮上了就小短裙 然后黑丝 高跟鞋 大波浪 然后我那场戏其实也挺简单的 就让我就是这样一个摟头发 然后看一下大家 然后我就演了十多遍 然后别人笑了十多遍 后来 你是不是把这个摟头发演得特别low啊 没有我特别认真的演 然后我在私底下的时候 因为我知道我平时不是那种性格 然后我就一顿练 但是后来我也不知道我为啥 后来我一想 大家既然看见我都笑 那我就来演喜剧吧 好吧 你多大了小姑娘 我今年21岁95年 95年呢 很小 比我儿子还大一岁 今天演什么节目啊 今天我的节目就两句话 起起伏伏小人生 我的人生全是坑 演完了 挺好 演完了走吧去吧 就是一个讲述我自己一生的故事 我的天哪 需要准备吗 我需要准备一下 好 快去快回 谢谢老师 谢谢 画人难画骨 扮君如扮虎 被贬入冷宫 你说虎不虎 是什么 能不删了吧 娘娘 皇上怕你热 零下四十多度了怕我热 我得多大火呀 来 别删了 这叫给我动呢 你干嘛 娘娘 皇上怕你热 看见了 这就叫虎落平阳 被犬欺 把了毛的疯狂不如鸡 下去吧 来 大家肯定要好奇了 皇上为什么总怕我热 这就得从我进宫那天说起了 刚入宫的时候 最后呀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秀女 只印在人群之中 都看了皇上一眼 皇上便问我 你瞅啥 那我很自然的我就接了一句 瞅你咋的 皇上大胆 你是干什么的 你敢跟这 你敢真的如此讲话 干啥的 入宫之前 我天天在红星广场 卖菠萝 十八块钱一斤 所以我就是传说中的红星 十八妹 这首饰是何一样 贱人让三分 夹起尾巴做人 皇上便这小秀女还挺风趣 朕决定了 要生你做答应 后来我才知道 什么是答应啊 就是别人说什么我都得答应 把地脱了 答应 把生饭吃了 答应 给我上阵杀敌 没答应 旁边那答应答应了 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所以说答应啊 它是门学问 你要答应得及时准确科学 我就因为答应得好 皇上又把我晋升为了常在 常在常在 你得常常都在 有一回我因为上厕所 就没在 把皇上罚我在厕所 站了一个礼拜 哎呀 但是我人缘好 满朝文武大臣前为我求情啊 皇上应该是按捺不住 这种心理上的压力了 第八天来厕所门口接我来 哎呀 皇上说了 好事啊 喂 哎 会场在吗 会场带你出来一下呗 我说皇上会在这呢 你别过来 我就想告诉你 赶紧从男厕所里出来吧 满朝文武都憋一个礼拜了 出来以后 我觉得大家看我的眼神很奇怪 离我八米开外 后来我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了 散味又散了一个礼拜 通过这半个月我想清楚了 要想在这后宫站稳脚跟 我必须得继续晋升 一年之后我终于生了 我生了个孩子 哎呀 你看咱们孩子生的 白白胖胖 肥头大耳 远了个灯 这皇上稀罕的呀 抱着都不撒手 在这儿丑 丑 给我姑娘都丑毛了了 我姑娘狂唱来一句 你吵啥 一会儿下一句 我吵你咋的 爷俩站起来 后来皇上一看 这才是我亲生的呀 当即下旨 封我为会飞 我说皇上 我不会飞 你会飞 皇上我怎么不会飞呀 皇上说这样吧 我直接生你为贵妃 总行了吧 当时我就不乐意了 我心子 正儿八经飞 我都没席子飞 你还让我归着飞 不干 我跟皇上争理论的 皇上嘎一声 家崩了 你说巧不巧 哎呀 后来我回去合计了 皇上应该是批揍者 累死的 没过两天又杀了一个新皇上 我跟他也不咋熟啊 听说这小子天天啥也不干 就爱打猎 我在宫里待着没啥意思 我心子我看看热闹去 我正猫苏阴底下成梁了 突然间 我看见一头黑地白花的老母猪在那追皇上娃娃跑 我和他追皇上干啥呀 我一回头 皇上手里抱俩猪崽子 那能够追他吗 皇上一边追还一边喊呢 说这会答应啊 你快点帮我把那个母猪拦一下子 我说皇上我不想去 外头太热了 皇上说你行啊 你嫌热我给你找个凉快的地方啊 我说行啊 就来到了冷宫 所以大家知道了吧 一句话能成事 一句话也能败事 我要不因为嘴欠 能落得如此下场吗 哎呀 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 我看这外头雪也停了 我出去恼乎恼乎去吧 娘娘 您要去哪儿啊 公公 我可见这屋里太冷了 我出去恼乎恼乎去 不行 那外边零下四十多度呢 太热 不是 你能不能跟皇上说一下 我现在我这不热我冷 哪个皇上啊 打猎那皇上啊 嫁崩了 她嫁崩了呢 又偷猪崽子没跑了 让老母猪给拱死了 我就说嘛 早晚的事 那她新皇上在哪儿呢 我跟她说去也行 新皇上啊 新皇上就在现场坐着呢 您自个儿说去吧 冯专相 郭公公 皇上啊 您能不能让我出去 这屋里太冷了 出去吧 好 好 谢主 龙恩 皇上给说说 皇上给说说 这个官司会小朋友 你才二十一岁 你能够把这么大 这么长 这么复杂情节的 每一句台词 会声会色的表演出来 真不错 非常不容易 冯导 就在那儿暗笑心想我替你说 但是 我觉得不错 你别说她还真是这么快料 是这个演戏的料 按说这个啊 挺不容易让大家这个 能听下去 但是她还基本上是抓着大家的 这眼睛往下看 我觉得还行 还可以 总体上 你是一个很会演戏的女孩子 谢谢大家 能撒开了就不容易 不容易 而且自己叙述 自己跳出跳入 一会儿是这一会儿是那个 才多大的孩子 不容易 现在北京是签了公司 还是自己满处大油飞 就自己满处哪有就叫我 我就过去试 这么说人缘不错是吧 行 敢门逢岛游戏我推荐你啊 好 谢谢 谢谢 这个喜欢逢岛的戏吗 喜欢 最喜欢哪部 最喜欢哪部都喜欢 好 还聪明的是啊 最喜欢我不是潘金莲 你得去看看去可好的 可好了 为什么来参加《笑小江湖》啊 其实我今天来有一个小私心啊 我想问一下郭德纲老师 您还记得我吗 好 什么时候见下的 你说说什么时候的事吧 2016年2月22日9点22 是上午还是晚上 晚上 太多的就不透露 反正您跟我做了一个 对 您跟我做了一个害羞的表情 真的啊 就这种表情 真是天爷啊 我也是岁数大了 都忘了啊 没事 您忘了没事 我这有证据 我的天哪啊 啥玩意儿啊 小秘密啊 真点 小心点 啥玩 就不能给你们看 这是一电话号码 啥玩 啥玩 不能给你看 哪个 小郭德纲 你给我看一下 我才决定我摁哪个 皇爷 您手里给来绿的 你给看 你看 小郭德纲 你们 我现在想问你们 你们是更关心摁这 还是关心那兜里 刚才那张纸 兜里的 给我 拿过来 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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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摁 小刚也不去摁 我们俩 小郭德纲 来吧 我看一眼 姑娘 我仁至义尽了 就是死在这 你也知道喷谁就行了 看一眼 不能给你人家孩子才21 你知道吗 看一眼 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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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那怎么办呢 给我 你先摁 先摁 你告诉我 我什么都不说 然后我就摁你了 其实啊 看完你就乐了啊 其实啊 看完你就乐了啊 我说不要再摁你了 我说你爱你了 还要 你会相反的 我说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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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了 我说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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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为老村长江湖闯一闯 我跟你们大伙说 就是这孩子曾经有一次 在微博上祝我元宵节快乐 我给他回了个笑脸 就这么简单 就请下一座选手 大家好 三位老师好 你好 来了一个姑娘俩小子 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叫盖小飞 来自东北长春 大家好 我叫魏嘉欣 今年19岁 在北京读大学 还是名学生 这个名字起得好 为什么上班 为了嘉欣 来 大家好 我叫孙云龙 来自东北吉林 也是吉林的 对 这个你们仨什么关系 我们仨是师兄妹关系 谁是师哥 我是师哥 我师弟 这是我小师妹 十九岁 刚十九啊 你们仨就是来演是演什么呀 演一个小品 跟我们生活当中有关系的 那行啊 我们期待一下 开始吧 好 老师我们准备一下 去吧 师弟 师弟 师哥 你撒给我行不行 师弟啊 你撒给我 你再踢我两天 我踢你啥 你 你有比 你变态呀你啊 你再踢我两天 来 你先撒给我行不行 到家了 看着没 到家了 撒个吧行不行 不是 你干啥呀你这是啊 师弟 你说那小师妹 非得要参加笑傲江湖 天天拉着我跟他排练 他要演奥特曼 我就得演小怪兽 他要演红太郎 我就得演灰太郎 最让我闹心的是 他今天眼光都强 他让我演树 拿爹去追我好几圈了 你就知足吧 上个星期我陪小师妹练的 那非得有演寿林四十八同仁 你瞅瞅 这脑袋给我好的 我现在就剩这两个人了 师弟 师哥 我该说是一个 双孽 吵孽 哥 啥声 小师妹来了 你得拿去 你别整我了 我受不了你 你去放大去 四郎 哥 啥四郎 真黄传 叫你 上 叫谁 我能 上 快点 黄万 四郎 抱我 他要我抱他 黄万 我自己来 哥 你不是说让我替你吗 这个 不用 抱我 缓 为何让我苦苦等了这么久 说啥 你去 我抱他 缓缓 四郎 虽然你让我等得这么苦 但是我还是好爱你 四郎 缓我 哥 这个 这个我来了 哎 这个 这个 还是我自己来吧 不要哥 刚才的都你来的 这轮到我了 我就行 好 起来 缓缓 说 你是不是 不爱我了 你去吧 我不养了 我不养了 一开始我就说我来 你还非得过俩抢 是 缓缓 我来了 我还是最爱 你滚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我也不养了 师弟 打你最起码有个理由 就打我连个理由都没有 我不养了 我走了 我回 你回来 你别拽我不养了 我起来回来 你听我的 还不行吗 你起来别来碰我不养了 我告诉你我只能不能了 我回去了 你撒给我行不行 你别吵我 你能把他冷静点 为什么 你冷静点 那个 咱俩公平一点 咱俩玩个游戏 谁输了 谁陪他练 行不行 上天做决定呗 对 来 来 厨房要干净啊 就要洗刷刷呀 洗刷刷 洗刷刷 玩呢 你还能数那么慢的 你出快了 别玩了 厨房要干净 就要洗刷刷呀 洗刷刷 洗刷刷呀 天意呀 造孽呀 我这 大胆红孩儿 竟敢在此撒野 哥他说啥玩 红孩儿 很上 上啊 上 大王叫我来寻山 红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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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那我哪像 我也没演过 我知道啥玩意儿是红孩儿啊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啥玩意儿是 看我今天不瘦了你 和你的小腰 谁呀 你 快快亮出你们的看家本领吧 看家本领 上啊 你和我自己啊 好 哈 哈 我就会这两下吧 还你你来吧 四头发手 几能想我 开枪 那俩 漂亮 不忍了 我太丢脸了 我现人形了都 看你那熊样 你不来 我来 让你尝尝我的三美金虎 雕虫小意 我也不跟他演了 师弟 师哥 师哥 扫你 不是 你还有完没完 师哥 这不是我的音乐 我不管谁的音乐 反正我俩今天指定不给你演了 对 今天就师父来也不好使 不好使 谁说我不好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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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几年没看他了 规律都这么大了 十九了 十九了 那两个是你徒弟 他也是我徒弟 也是我从小带大的 而且都是很听话的徒弟 那就好 这个是挺有天赋的 而且现在小菲可以说是很努力 但是他可以说是带病工作 怎么了 大伙往这巴拉脸看 百分之四十的神经 是有点不听使物的 刚刚得了面瘫 刚刚得了面瘫 怎么回事 就是准备头一天 头一天接到电视台通知 来这录节目 第二天起来以后 就是脸包死了 喝水然后漏水 吃饭也吃不了了 有点太高兴了 而且现在有好多 有好多老板 还找他演出 找他演出更损 他说我这脸有毛病 他说你别治啊 这更有像你知道吗 这更有像 年轻没关系 好像应该可以扎针 这可以治回来 已经好很多了 治了很多了 你就留神这般脸就行 慢慢能好 年轻人能好 没事 姑娘学表演了现在 她没学表演 她在北京 音乐学院学这个流行音乐 所以说呢 这次参加校江湖啊 这我说 我说句心里话 我本不打算让她来 因为我就觉得 她不是学这个表演的 这等于拿鸡蛋碰石头 是不是 不见得 但是呢 后来孩子挺认性的 非要来 非要来 我说怎么办呢 那就把他俩师哥 也都派过来 派过来 但是我不放心 我说我过来看一下吧 观众这么好 跟大家见一遍 也感谢大家 对我孩子的支持 挺好 谢谢 来 让闺女给我们唱两句 的离生音乐 学音乐的 可以啊 闺女啊 唱两句 要不我跟我父亲给大家唱一个 我不是专业的吧 给大家唱一段二人传的 好啊 好 好 没错 对 她爸爸是东北三省二人传的名家 跟闺女一块唱 很期待 来一个吧 来一段月牙舞庚 好 来吧 来吧 月牙舞庚 即使该地烧 怦产美女 听唱十渊 我女没听不错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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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会唱 那个从小啊 我没去欧洲学院转 听也听会了 但是从小就会了 你这边正排什么节目呢 练什么段子 他第二天凭你会的还全呢 挺好 你说这当爹的容易吗 为了追你啊 真是 欢迎你 欢迎你 彭导君怎么样 彭导君 来吧 来吧 我觉得这个还挺乐的 挺好玩啊 太接太厉姑娘 好 这都是我的孩子 我希望他们能越来越好 也希望他们将来的发展越走越远 师傅 你放心 我们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们一定加油 两位好 哈喽 哈喽 这是我们最坏的白叔叔 最坏的 最帅的 我有点紧张 不是姑娘 你这心太大了 马上上场了 你还在这直播呢 有请下一座选手 那我帮你们拿着 你们赶紧上去 祝你们好运 来 这边 我最坏的你还能打扮 我一样的 我最坏的 你还能力 我最坏的 我最坏的 这谁追的谁俩人 他追的我 真的 那时候他总找我排练 然后就是他找我排练 就是想多跟我待一会儿 我觉得他那时候就喜欢我 你也就要玩啊 你说那个不对 因为在一起感觉有共同的语言嘛 在一起聊聊天为了业务去着想 是你想多了你 我想多了 你看人家这个行业 有男有女 他就容易这个排练出感情 说像呢排练一百多年了 也没怎么着过啊 净俩啥老爷这么一块的啊 那期待今天有个好的成绩好吗 好 准备一下吧 开始 好 好 好 太激动了 我平常不这样 其实你们看看我今天看 我知道 我知道我跟什么老客太费劲了 我要我要去免费直路 帮我出现了 这个村子这路修的 一个多小时了 愣没走出去 这马上要耽误事了 这核子签不上 我可废了 可怎么办呢 这是什么地方 这怎么你是碰瓷的 免费纸 你是引路的 这一片你都收 太好了 有个老王爷你收不 你能带我去不 走 不是 怎么穿越过来的 走吧 你等一会 你是引路的 你说话说句完整话 你这个人素质有问题 没事 我虽然素质不好 长得也不是怎么漂亮 没有什么华丽的外表 更没有什么动情的歌声 更没有 啥把日的 都说人 就是说你的外表是次要的 我得看你的内在 对了 就是那意思 不能总看我外表好看 我看我外表是颜色 我不是颜色 我不是 长得就是外边是 你说说 不是你没词 你让谁说 一会看外表 一会看外边 你到底让我看哪 不能总看外边 那看哪 看里边 你里边长啥样 谁值得我 长得好看 里边有最美的 长得最好看的就是内在美 长得好看 他在里边 在里边 在里边 藏着呢 就 长得不美的 他 好看 他不起的 跟你唠壳真费劲 不是 老妹我就是个问路的 我跟你唠壳也费劲 你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人不能以貌取向 那叫人不可貌向 人不可貌向 海水不是很凉 海水冬天也凉 海水有点凉 还有点咸 对 不是 你到底是什么人 女人 不是 我问你这是什么路 水泥路 行了 老妹你是啥人哥也看出来了 哥给你20块钱 我不要 哥不能让你白忙活 哥在上那边问问别人 哥你站住 这一片就我一个人 那好 我不问了 我回家行不行 不行 不是我回家我着忙 男人钱才替人消灾 不我有事 哥你被这 你咋的 破猴休得无礼 不你 你 不 你要干啥 快到碗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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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上这边来 小怪放开我爷爷 我把你奶奶都放开 你让我回家就行 可不可以我点瘦手 你要干啥你 点瘦 你点谁 我着忙有谁 点你 动不了了吧 我凭啥我动不了了 我凭啥我动不了了 我着忙赶时间 我要签 点瘦 你点谁 点你 雅瘦 来 我也会来 葵花点瘦手 啪啪 谁不会 我赶时间签核桃 给我解开 高手 你带缠着我 你信不信我一炮都雷死你 你信不信我能挺住 不信我 你到底要干啥 帮你引路 你也明白了吗 我能也明白 你连话都说不明白 你帮谁引路你 你得相信 你闭嘴 你简直就是个起跑 我告诉你了 我还有半个小时 这个合作签不上 我会被炒鱿鱼 我会下岗 你知道吗 我现在求求你别缠着我了 我不用你了 走 我就是想把你领到地方 老妹 哥刚才 不是 你听我解释 我刚才语气有点重了 不是 我刚才 我不是那意思 我的确是招忙 我 盔花点血手 我刚才实在是心急 招忙签这个合同 不是 我刚才语气重了 你原谅哥行不 你说句话 不是 老妹 你说句话呗 你点我牙穴了 老妹 我给你解开 不是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能够带着老王家 我相信你能够带着老王家 你真信我 信你 哪个老王家 王军奖 他家 对 我不知道 不是 你刚才玩 你现在玩 你怎么 你到底玩 你 弄得傻样 弄我二十五毛下的 不就老王家 走 跟我走 跟我告诉你 就这一片我都老熟了 我碰到贵人了 哥 你看 平房那个是老郭家 这是老郭家 他家盖新房的 打地鸡 那个就是老张家 这是老张家 他媳妇刚怀孕 快走吧 我当务事了 快到了 行 老妹 那是不是老郭家 对 多快 一会儿二楼都盖起来了 那是不是老张家 对 孩子都生出来了 老妹 老娘 你人挺善良的 对 哥跟你走一年了 这一片哥都熟了 对 哥问你个事 行 你是不是迷路了 没事 是不是得我给你送回去 对 走吧 挺好 怎么想到演这么个小品呢 因为他这个跟 也是经过我们俩自己生活中 就是把他的这种状态放大了 夸张了一点 演出了一个这个小品 实际他平时他也是个路痴 基本上就是我开车的时候 他在旁边他躲 那都是给我指导 说你往这走往那走 走来走去还是不对 有一次我岳父来了 上到到长春了 说牙疼让他领了去看牙去 那天我是出去办事 实际就十分钟那路程 他开车走了两个小时 然后后期我岳父在车里头睡着了 一睁眼 我岳父管他叫老儿子 说老儿子咱们别看了 跟爸回家吧 他真是路痴 这个十五岁把他领出来 就因为找不着家了 才跟你着吧 我觉得这个小姑娘 你很可爱 也喜新 长得也漂亮 而且那个感觉呀 演的那个自信 也都很好 你现在在我们这舞台上 作为女孩子里 是一个很好的演员 还是挺好的 谢谢老师姐 我觉得呢 你确实有你的可爱的地方 就是你的这个 肖木姿呢 这个劲儿 另外这个 一看还是演出了那种善良 有这种可爱 你沾了这个便宜 另外我觉得他那个分寸感 挺好的 挺好 不容易 谢谢老师 这个 男孩咱不说 有些焦点都在这个 单单身上 就这种表演技巧 他是通过语言的塑造 完成一个不一样的人物 我倒觉得 你看 其实尺寸火候还都好 他就关键这个死在哪 死在清晰度上 你特意塑造了一个 说话不利索的孩子 但是有点太不利索了 导致有的话我们没听清楚 我给你出个题 好吗 就用你刚才那个技巧 你赞美一下 比如单单姐 或者小刚老师 我认识你 你演的戏 用你刚才这个状态再来一遍 就赞美单单就行 单单赞美单单 就是看到单单老师 我觉得单单老师长得 单单老师是好 能看 好看 单单老师让我觉得 你让我觉得 得劲 夸人还有得劲呢 开心里面更好看 那您展示一下吧 好好过日子 好好演戏啊 来 好 谢谢 每日子 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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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导演说得挺对的 咱们资深还是 就是没发挥得好 没把最好的那一面展现出来 加油 努力 努力 大家好 我叫方清平 生于1970年 我呢 是一名相声演员 现在也会在北京的大小剧场 去演出自己的段子 有时候观众呢 也可能不笑 不过没关系 你不笑我也不笑 省得尴尬 我这次参赛啊 还是挺有压力了 连坡老蚁尚能搬手 我尽力了 您请看看 那请下一位选手 各位老师好 嘿 来来 作为自我介绍 方清平 中老年相声演员 方清平 方清平 咱们是不是见过呀 见过那时候 就是我在那哪儿 在某卫视主持节目的时候 您宣传某电视剧 您去过 然后你采访过我 对 采访过您 就等于是 其实我没插上话 听您说了 嘿 冯导认识他吗 冯导 我知道冯导 你知识我用 我老在这个电视上看的 因为我老看你啊 有时候演出啊 电视台上啊 我挺喜欢你这个态度的 我谢谢大家 就是在这个相声演员里头啊 嗯 其实大部分呢 都是在喊着说相声 嗯 但是你呢 还真是 是那个 冷着说啊 这个 有意思 谢谢 别人不说 我跟他太熟了 方清平 这北京著名相声演员 实话实说啊 也从小干这个 李金斗先生的高足 啊 对 所以说在相声这个行业里 真是按辈分说呢 其实他真是应该管我较点什么 他是我师叔 啊 真的 这不闹着玩 这是真的 真的 你这还给我大二来岁 真的啊 其实我管他那个 刚生的儿子叫弟弟 05年我有一个电视剧 小房东 当时编剧就是 方清平跟你一块 我还送了他本字典 还送他一本子样 你拿我一个那U盘 你也没给我 你那坏的呀 打开一看里面 都是日本动画片 我知道你喜欢 不是 那就算贿赂了 那油盘 后来吓我一跳 结果他师傅给我打电话 说我那油盘在你那儿了是吗 我说 还回去 你真不能瞄了这事 好吧 来吧 天也不早了 干点正事不咱们好吗 好 来 我们掌声欢迎方清平表演 我确实的岁数比较大了一较 生于1970年 我们那时候出生的孩子呀 起名都爱叫建军 不是建国 我出生的时候呢 我们家那儿建了一间人民医院 我爸爸给我起名叫建仁 街方一看见我 小建仁过来 我妈觉着不好听啊 正好我们那儿啊 建了一间货厂 不是你想象这名字啊 不是 介绍孩子 这是我们家建货 这不行 方建长 也觉得绕嘴 后来给我起名啊 叫方清明 因为我是4月5号生的 清明节 没人祝你节日快乐吧 我到那天打开手机 全是祝福短信 方哥 祝你年年有今日 岁岁有今天 去年清明没去看你 今年一定买东西过去 后来就改名了 改叫方清平 人这个名字 知道吗 影响命运 你信不信 你看 名字带刚的 都是大咖 带单的 女大咖 带两个单的 美女大咖 这码是一百分啊 其实我爷爷的名字呀 更响亮 方施玉 我爷爷是商人 在国外呀 开办一家企业 升展中国这个传统的拮据 叶狐 我爷爷是国际夜狐大亨啊 我继承他老人家的事业 经营了全球首尖 超豪华七星级 量饭式绿色环保 无公害 温泉养生 语言生态 文化休闲主题商务厕所 我们那提供免费无线上网 你可以拿手机 扫描我们手指下方二维码 登陆我们的APP 就可以在网上啊 预定坑位 还可以参加团购 情人节 我们推出情侣套餐 去年双十一啊 零点刚过五分十一秒 四十个坑位抢购一空 说到这肯定有人就质疑了 大街上那么多免费的公厕 谁花钱去你那啊 您说的是咱们这儿 您没上我们那儿看看去 就一间公共厕所 还让物业租出去了 改啤酒屋了 业主维权呢 集体憋尿抗疫 男女老少啊 要是上大街 自带尿不湿 你看有人走着走着啊 突然站着发愣 过半分钟你哆嗦 你躲得远点 解手呢 我呢 集用户的内集 拍卖了一件我爷爷的藏品 用这笔款项啊 兴建了这个圆林风格的 这么一间洗手间 门口有四十四只石狮子 蹲那儿截手 门前有十名美女 站成一排 这是我们厕所的行乡大使 有人从这儿路过呀 这十名美女啊 集体的吹口哨 刺激消费 然后发赠券 每张赠券 免费 小解一次 小解一次呢 就能够积一分 积够了十二分 免费大解一次 当然了 按一般人这个生物钟 是不是等不到十二分 就想大解 没关系 你可以花钱买分 您别说 还真有一位顽强的消费者 凭着自己这个毅力 积够了十二分 脸都憋紫了 以这个百米冲刺的速度 直奔豪华担劲 没过五分钟啊 骂着街就回家洗澡去了 他呀 禁锢着高兴 忘了脱裤子了 下面的本人 郑重承诺啊 所有给我鼓掌的观众朋友 免费小解一次 挺好的 师叔 这个人家大伙瞧个热闹啊 我能听得出好坏的 第一一个人说呀不容易 有铺有垫也没人给翻包啊 全自己干活 这不容易 而且从专业角度出发 现在就是说像呢 你找一个人站着能把这个活 就这个作品这么说下来来 还真挑不出俩仨来 所以我觉得应该给方清平鼓鼓掌 我其实这个 我从一开始那小贱人 其实还有我觉得走着走着站那愣神了 我觉得有点跟 我还更喜欢他这身衣服 就别一钢笔 就是这种 他的特色 在家人的样子 我在想他要穿别的 肯定没这个有意思 对 你穿上他之后 特别显得似是而非 其实我们这儿还经常原来说是一个素人的 对 一个喜剧的选秀节目 这可不是素人 当然也来了很多专业的 我们也非常感谢 就我想问你有没有这样的负担 有 因为什么呢 这节目是确实是特别火 我来了呢 如果说真的是让这帮素人给比下去 肯定回去就更难干 这个我也知道其实他是有压力的 是有压力 不管在北京哪个地方演出 都是掌声雷动 都知道著名演员方清平 这个对相声我还都是很鼓励 尤其上你是有个人风格的 对 所以我是给过 谢谢 我不是特别懂相声 因为这个不是搞这个专业的 但是我就作为普通观众这样听 因为你是非常冷幽默的很冷的那种 非常有你自己的风格 一开始呢我觉得很有意思 中间有一段呢显得过冷 这个过冷就是这个节奏啊 在每一个地儿都好像变得缓慢了以后呢 观众就作为普通观众 就有点等着你的包袱 赶紧出来赶紧出来啊 老不出来就容易有点凉 这个首先说您刚才说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他每个演员的追求的东西不一样 有的人就愿意上来 哎呀我就愿意这样 但是有的比如像他 他有自己的艺术理念 他愿意他的事是稳住的说 有利有弊 好处就是大气 但是呢有时缺陷就是什么呢 因为观众会浮躁 他不是每个人都能融入到你的气场里边来 所以还是那句话 要入乡随俗 就是在什么场合说什么像 但你这个这个 这情还能调 真还能再调 来 刚才老师您看看 来了 我给你过了 谢谢 期待你的下一回 谢谢 在这个台上来个说像 我就特别开心 来吧 咱们接着努力 好 我觉得此战之后 有更多的上海观众要认识您了 对 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您给我签个名吧 好 签 箱快飘下 好 谢谢方老师 谢谢您 富才见 谢谢 嗯 孙建虹 来人是宝宝露 有请下一位选手 你好 好酷 三位老师好 欢迎三位啊 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叫孝峰 大家好 我叫金东浩 大家好 我是林小强 我们有十几年没见了 这是我们十几年当中 第一次合作 这是一个年轻人的舞台 虽然我们老了 但是我们不服 希望给彼此留下一个 最难忘的回忆 享受在舞台上的每一个 加油 十几年前都演什么呀 十几年前都是演一些 小品啊 小品什么的 对 十几年后有变化吗 没什么变化 然后做生意开了个面馆 小面馆 什么面呢 叫重庆小面是 重庆小面 他是重庆人啊 对 我在重庆开一个文化公司 小文化公司 那你们俩干倒了呀 应该你开面馆啊 我把那个小面引进去 在哪儿啊这个小面馆 在那个亮马桥 在北京啊 对对对 你看我们要去了能打折吗 没问题 太好了啊 我们就指着你活着了以后 今天表演什么节目 演一个我们自己的故事 太好了啊 来吧 准备一下开始 好了 准备一下 谢谢 Kafka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 谁干的 我 原来是你干的 大哥 不是我干的 那你承认 我刚才是想说我知道谁干的 谁 是他 大哥 你打我干什么 原来是你干的 谁说的 他说的 是他 我还没说完 原来还是你干的 能不能听我们把话说完 说 其实是我们俩 大哥 把东西拿出来 什么东西 我最心爱的东西 我没拿你的东西 别吓我 糖 糖 棒棒糖给我 快点给我 快点 一点都不好玩 不好玩 糖糖的一个笑话糖变成了棒棒糖 快起来吧 你这个情景刺激法根本就不管用 你瞧 二哥 太着急了 失忆症哪那么好事 大哥 你还记得我不 来 棒棒糖 挺霸气的一个大哥咋成这样了 咋办 我还有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情感勾异法 情感勾异法 就是把患者内心深处最难忘最美好的事情勾引出来 最美好的 初恋 大哥初恋 大嫂 哪个大嫂 咱们大嫂 咱们大嫂不成为别人大嫂了吗 那也是咱们大嫂 大嫂是谁 飘飘 明白 大哥 来来来我带你找初恋 吃面 对 吃面 小树林吃面 吃面 大哥 我是飘飘 鬼啊 鬼 大哥 又一个鬼 鬼组团的下我来了 快跑 好了 就你这办相给我的下十亿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最美好的是初恋 最难忘的是童年 跟我来 大哥 来 我带你去看海 你看 蔚蓝的大海 听海浪的声音 你还记得家乡的那片海吗 海 老三 我忘了 我忘了 刚想起来点被你给唱忘了 换一个 你换一个 小时候 妈妈对我讲 小时候 我们光着屁股 在沙滩 石贝壳 我 你的兄弟 大海 你为什么不穿黄裤衩 你的黄裤衩 里边呢 叫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好了 生气了 小气 我啥都不给看 看来我们只能用最狠的一招 什么招 暴击疗法 明白 暴击疗法 就是用盾气打击头部 使其脑内的记忆碎片能够快速修复 达到已毒攻毒的效果 二哥 准备好了 轻点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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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什么呢 打鸣 你不是暴击疗法吗 鸡都爆来了 二哥 二哥 二哥冷静点 我说的用这个打 你不早说 暴击疗法 二弟 三弟 你们怎么来了 大哥 大哥好了 大哥 哎呦 大哥你终于好了 好了大哥 你终于好了 来来来 你看一下 这是你欠我俩半年的工资单 棒棒糖 回啊 回啊 回 暴击疗法 哎 工资单 我欠你们这么多钱 大哥又好了 来来我们好好算一下 嗯 一五得五二五一十三五得五 三五十五 啥 三五十五 一五得五二五一十三五得五 三五十五 三五十五 一五得五二五一十三五得五 三五十五 三五三五太难了 没那么简单 二哥 你说大哥这是好还是没好啊 没全好 锤子举起来好一半 估计砸下去全好了 你说的对 暴击 大哥你别看着我 乖别看着我 别看着我 老三 你把大哥抱住 你不要让他看着我 我下不去手 大哥 别动啊 眼睛一闭就过去了啊 我 老三 嗯 你说 是钱重要还是人重要 有钱人最重要 那你说是人重要还是命重要 人命更重要 那咱不治了 我觉得大哥这样挺好的 无忧无虑的做个孩子挺快乐的呀 是啊 我们为什么要勾起他痛苦的回忆呢 大哥 我们哥俩都已经商量好了 得出去干点事了 这钱 我们不要了 照顾你的人 也已经找好了 放心吧 放心吧 保重 站住 最后黑肯帮不拿 不够 你要多少 一辈子 一辈子 有你们的日子 真甜 大哥 我没有失忆 只是不敢去回忆 我现在想通了 没必要逃避 对啊大哥 生活百般滋味 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人生需要校队 就没有还不上的账 大哥 你看咱们这个账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还能在一起 别走 要走 我们一起走 大哥 大哥 他们还真是自己还动了感情了 就是感动观众的同时也感动了自己了 这个编的这个 这是谁编的这个事 我们三个在一起排练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没干别的 就在这排练 对 除了排练就是喝酒 面管也不管了 那你们三位都结婚了吗 对 都结婚了 那这个家里人 你们在这待着一个月都行吗 一开始不是很支持 因为我跟他们情况不太一样 我女儿今年才六个多月 很小 太小了 我这次来上海待了一个月 是我们分开最长的一段时间 但是天天视频 每天都跟老婆孩子视频 很想她 是吧 是的 但是她视频有最大的一个好处 就是从来不当着女的面视频 只要有一个女导演走过 她就得给把这个视频关掉 那是信号不好 对 说句心里话 我觉得他们这个小品 挺有他们独特的特点的 好像看着他们这个小品 真的演起来觉得有点像素人 就是并不是说你们演的特别不好 而是你们保留着那种 没有演员劲的那种表演 让我们觉得很清新的那一面 我不知道小高你同意我的说法 你们这个东西 其实弄得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它这个最大特点就是什么呢 你看除了有包袱之外 它的特点是山情不恶心 对 不腻 一看山情了 是山了 但是不肉麻 对 有的那个节目一到山情 我这恨不着转身我就走 瞧你们这说瞎话真是的 但它这个处理的 我觉得很得当 挺好 得体 挺好 还有什么其他的才艺吗 除了这个演戏跟生孩子之外 我们这次来 我们哥仨给所有的朋友 还有三位老师带来一首歌 好 那来吧 我们准备一下好不好 好 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喜欢的一首 怀旧歌曲《老男孩》 转眼过去多年时间 多少离合悲欢 曾经自在四方少年 羡慕难飞的夜 各自奔虔诚的身影 匆匆渐行渐远 未来在哪里平凡 把谁给我答案 那是陪伴我的人哪 你们如今在何方 我曾经爱过的人啊 现在是什么模样 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 不管过去的愿望实现没实现 你不能觉得自己就老了 想不着调一次 想特别嗨一回 不能被自己给绑架了 不能被自己给拘着了 跟哥们儿在一起参加这样的活动 人生很快乐 对 最无奈何是中年 到这个岁数还能这么开心 很好 好兄弟 一 二 三 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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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那意味着什么 我们哥仨能在一起做成一件事情 心情特别的开心 真的 虽然不太容易 但是我觉得非常的疯狂 疯狂 疯狂 再疯狂 这个冯导有没有做过类似这疯狂的事 我最疯狂的事做的就是 在北展剧场跟郭德纲说相声 很快乐是吧 很快乐 有请下一座选手 瞧瞧我儿子来了 这我认识这孩子吗 对 这叫陆爱妍 对 上一季笑江湖就有你 对 你旁边这两个是个什么呀 三位老师好 我是 哪个星球来的 上一季的选手叶冯春 叶冯春啊 我是马鹏 各位你们三个 一个组合的形象出现了是吧 对 他们俩演的这是什么呀 这是贼 对 对啊 又能成功才怪呢 对 这个今天表演的是什么才艺啊 今天我们收到了一份神秘的邀请函 这份邀请函是来自南京的一个学生团 我们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的动漫社团 13月公团 这次来到校江湖已经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 这期间呢我们做了无数次的实验和尝试 就是为了带给大家一个从未见过的别致的表演 这个节目架势可是不小啊 人多事动大景片 那就开始演出吧 好吗 好的 我们准备一下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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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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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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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呀 我在哪里啊 来 准备 全场大数好吗 全场大数 这些年轻的孩子也是下了心思了 我觉得 眼睛手快这个玩儿 总的来说还可以 我觉得在如果让他们参加复赛的话 再弄出更好玩的东西来 是一定一定 欢迎你们再来 好 来 孩子 我们通过这个节目就是想告诉大家 我们二次元的cosplay也是可以这么玩的 我们并不是封闭的人 我们也不是怪人 我们可以把我们真正爱的这个cosplay 展现给全世界所有 江湖油线油奶茶 独家冠名播出 《笑傲江湖油》内置安全加密芯片 禁令M6 手机特约赞助播出 本栏目由大众美酒店饭 老村长酒欢笑呈现 来北老村长江湖闯一闯 有能量笑对人生 你的能量超乎技巧 像本栏目由 红牛维生素功能意料赞助播出 内置安全加密芯片 禁令超级续航手机M6 邀您收看下节精彩 欢迎登陆优酷下载优酷APP 观看《笑傲江湖》 节目完整视频 欢迎登陆腾讯视频 爱奇艺有乐视频 观看节目精彩的内容 感谢新浪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腾讯娱乐 Souho娱乐 对本营的大力支持 欢迎登陆微博 加入《笑傲江湖》话题讨论 下载有它的网易新闻客户团 下载新浪新闻客户团 腾讯新闻客户团 Souho新闻客户团 Zakr新闻客户团 一点资讯新闻客户团 了解更多情绪的资讯 一样是往中国网易乐 对本营的大力支持 下载IQO回声NPP TNFM30 搜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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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法搜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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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法搜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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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